沒錯 第一波的球權掌握在富邦勇士身上 在目前這個系列賽當中 富邦勇士取得1比0領先 開賽一開始 昨天015位其實一開始也是投進一個三分球 羽絨的外線 陷入了被夾擊的狀態 配過來 張柏惟外線 右邊45度角出手 馬上來 回到他要的這個狀態 張宗憲拆炸彈 這次的切入之後 分數總算是拿到了 沒錯 張宗憲轉不過去 但是還是硬切 出手之後的 哨音響之後的出手 出手不算 羽絨一次团犯 出手是不算 當然發球如果球進之後 還有4.46秒 還好勉強交給李鎮武 這邊呢 球就被張宗憲給下手的時候給抄掉了 前面要多打 少打多的時候 哨音響了 拖過來 張柏惟 面對國昭南 直接拔踩出手 還是輕 張宗憲 再把這個進攻籃板拿回來 交給洪志善 左邊出手 這次總算有了 而且裁判 教練團可能認為說 意見的觀點是正確的 就是WOPERSHOT太防守太鬆散了 哇 張宗憲在昨天的大復活之後 哇 張宗憲再來 嗯 目前為止啊 他這個攻打進去的能力 仍然是非常強勢的 原本才說13比0的攻勢 是暫時畫上的修持幅 說與其不如還是手舉高 不要再往前移動 哇 林舒緯在三三球 投一之後就有二 攻擊的時候先會 在出手前先推一下 又是林舒緯的機會 全破 今天林舒緯真的帶好投三門的準備 討厭育翁教練團啊 林舒緯落進去之後 他現在是打得非常的活靈活現 這個三分球進之後 雙方回到一分差 準備要組織最後一波進攻來講 攻下了16分 所以育龍也還有一次 林舒緯落進去 挑戰籃框 這次的拋頭得手 好球 林帶來的第16屆SBO超級籃球聯賽 再進入到季後載的第二輪 羅少傑轉出去 林舒緯第二拍 切入心臟地帶的拋頭 這一次 最後滾進去的第二拍 林舒緯淡進一步的中間出手 今天運氣真的都不錯 轉身之後交出去 張松仙右邊底腳外線出手 完全彈到歪了 張松仙挑戰SHOP 想要來回進 被WaterSHOP干擾到 裡面三分線上還沒有開張 不過 第四節開始 一開始 副方勇士放上林舒緯 張柏惟 郭少傑菜往前搭配 籃底下張柏惟現在是 換線也偷了 籃底下也拿了 目前呢 玉龍是取得這場比賽 最大的領先幅度87比80 張松仙進去 好球 挑戰切入之後 電步起身 還造成了呂震如在後面的犯規 噴射忌在今天上來了以後 雖然示範在手 好像仍然 不會停止他對這球的衝搶 前面通跑的是張宗憲起來了 這次通跑成功 雙方再回到了 20%不到的3分9 去天公余復活了 張宗憲起來 挑戰SHOP 這一球只有盤得進去 也是位 胡鼎打號3分 打板沒有 進攻籃板張宗憲起來 再插回去 喔 機會來了 這會是一個N1 如果張宗憲有把握住的話 雙方會再回到4分差 WATSHOP最後啊 犯上這一歸個人的第四範 張宗憲這個加法啊 就很重要了 兩個3分9的距離 果然是宗憲持球啊 他應該要切入啊 沒錯 先拿2分 這一波的進攻花了7秒 再來 有啊 後方這個動作絕對是正確啦 因為現在只有3分差而已啊 這球危險差回來了 有機會 勾回來了 林順緯的3分球 盤了一下沒有 進攻籃板通靈地球抓回來 趕快 哇 最後被胡凱翔給撈走了 哇 林順緯啊 原本今天是3分線上最準的人啊 結果 這個最後一次的機會是錯過了